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很久没有给小伙伴们送上免费的VPN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最近趁流量是否还顺利呢 OK,今天再为大家送上两款免费的VPN 那一如既往的好用啊 同样的,这两款VPN呢 也是不用注册,不用登陆,不用购买VIP 安装就可以使用的 假设你是千兆带宽的话 它随随便便可以跑到几万,十几万的一个速度 假设你是两三百兆的网速的话 像我这个网速,它也可以跑到几兆 甚至十几兆每秒的一个网速 总的来说非常稳定,掉线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我还是在手机上做一个演示 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两款呢 就是这两款,没拼了 一款是原子加速器 一款是夏里闪亮加速器 OK,我们随便拖一款进来,继续安装 我们点继续安装 这个地方同样的,因为不是这个应用市场里面的 所以说呢,它会有一个安全提示 我们这边点选一了解 然后点继续安装 这个地方呢,它需要你输入这个密码验证一下 OK,安装成功啊 就是这个,那我们稍微打开一下 第一次打开的话呢,可能会有点慢 因为它要导入写它的数据 我们稍等片刻 好的,这边我们close 关掉它 好的,这一款VPN呢 超级的简单啊 超级的简单 它所有的这个后台数据呢 你是看不到的 你也不知道它是连到哪一个节点 反正就是它能连上 速度非常快就对了 操作很简单 直接点这个地方连接 它这边有个连接请求 设置一个什么连接的一个标示 OK,我们确定一下 它这边呢,就自动选选 最快的一个测试 最快的一个浏览 测试最快的一个节点 进行连接 同样的,第一次连接的话呢 也会稍微慢一点 好的,现在启动服务完成 这个地方是collected 已经连接完成了 这边也有一个钥匙的标示 好的,我们回到桌面 我们打开浏览区 好的,我们随便 我们随便找个视频看一下 OK,现在正常播放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是多少 目前是自动1080p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 OK,现在是2900p 非常稳定 大家看到 现在是晚上的8.08分 属于是晚高峰 缺带 我们给它宽静一下 好的,上线是上到4圈 3900的样子 也就是每秒3兆4兆的一个速度 那么这个速度的话呢 看1080p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的,这个速度2500左右 并不是很快 并不是很快 那么因为它的很多优点的话 它连接是比较稳定的 连接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假设很多小伙伴要求比较高的话 想固定哪个节点来用的话 那么这一款就不适合你了 因为你不知道它连接的是哪一条线 哪个节点 所以说这个就只能在平时的话呢 做一个临时备用的一个 好的,我们把这一款给它关掉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款 就是这个原子加速器 同样的我们拖到手机上进行安装 继续安装 你了解 继续安装 然后输入一个密码确认一下 继续安装 OK,完成 好的,我们同样的打开它 这边服务协议我们点同意 这边我们点确认 同样的 这一次加载的速度比较慢一点 这个广告呢 我们把它擦掉 这个加速器的话呢 使用也非常简单 那点这一边呢 它就是它的一个线路 大家看到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 常用的国家都有 都有 那么这一边呢 是它的一个响应速度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绿的是最快的 我们的是比较慢一些的 那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找一个绿的 随便找一个绿的 我们连接一下 打比方 这一个 然后我们点这个地方 点一下 这边它有一个链接符号 我们确认一下 确定 正在链接 好,这边有一个广告了 我们把它关掉 好的 这个地方显示绿色的时候 表示已经连接了 那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也有这个 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符号 好的 我们回到桌面 我们同样 到我们YouTube 这边来看一下 好的 我们播放视频的话呢 这个节点是 1900 那这个速度有点慢啊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看看 那也是两圈左右啊 现在速度是三圈一 三圈一啊 我们给它再快进一下 现在也是稳定的三圈三左右 那么跟刚才那一款的话 跟这个虾里这一款 速度其实差不太多啊 因为现在 往高峰区的话呢 速度不是很快 速度不是很快 那么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 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这一款的优点呢 就是它可以选地区啊 选绝点 你可以选择你需要的绝点就可以了 同样按照它目前的网速来讲的话呢 也是一款备用的啊 防湿联的一款VPN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主要介绍了两款 备用防湿联 免注册 免登陆 免购买VIP会员的一款 两款 VPN 好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Court 主要 drum 音乐 anticipating